回到台湾来 但您看到的是台北市长上选人蒋万安今天这两天是忙着扫街来卸票 不过距离十六月二十五号的交接剩不下一到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新科市长的小内阁名单当然就备受了关注 不过针对人事布局还有交接的进度 蒋万安说呢都只是在规划当中 而新阶段是要先卸票来感谢市民 不过后续记者追问他说上任之后呢 打算优先解决哪个市政难题时 他却草草的结束访问忙着跟粉丝合照 大家好我是蒋万安 谢谢你 弯腰鞠躬深深感谢国民党台北市长胜选人蒋万安 连续两天扫街谢票 回应市民肯定不过蒋市长准备好了吗 见到媒体笑咪咪 但准市长曾经的监督准备接招 蒋市府小内阁副市长和局处首长名单 传出公务体系建设专长欧静德 李四川 还有马好时代前副市长 陈威仁 李永平 邱文祥 陈永仁 各有专业都是可能人选 我们都在积极的规划 那我想最重要的这两天 先谢谢市民朋友 对于人事部分积极规划 那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大家需求努力 这一题答得含糊 名单卖关子 那交接进度能透露吧 我们都在作业当中 那所谓的作业当中是正在准备 还是说人选都已经好了 然后有跟市府已经有开始在 有在做一个交接的传统 我们都在准备一步一步 照节奏的来处理 一步一步大概有哪些定程呢 这样最主要现在 当然这几天还是在卸票 谢谢市民朋友 但同时我们也在思考 整个作业的过程 大概要在几天之内 先出立这个交接小组 这都在我们目前的规划讨论当中 不管记者怎么问 展望安左闪右躲 最后干脆草草结束访问 谢谢 最想要有客服的问题 我们是不打算回应 你要解决市政感觉是什么吗 是大街道还不涉争 是大街道还不涉争 现在最想要 谢谢市长 好 我先照一下 什么时候会比较具体的 跟大家谈一下市政 沿路拍照签名 展望安必谈市政 优先照顾粉丝 只是距离12月25号 交接剩下不到一个月 新科市长可得加把劲 接受监督 这一项原来进发 SN小组采访报道 优先照顾好 cri産的 明天赚 客是什么